第二十六集 警呼员 方平刚打开屋门 方圆就捏手捏脚地从自己房间探头出来 小声道 方平 进来 方平有些哭笑不得 无语道 在自己家呢 做贼了 嘘 方圆连忙竖起手指 嘘了一声 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看后院 气恼道 快进来 方平失笑 换好鞋进了妹妹的房间 一进门 方圆就急忙关上门 接着就往方平怀里塞了一个塑料袋 不等方平查看 方圆就低声道 芬妮爸 你不许找我要钱了 一百块钱我都换成储备粮了 没了 还有啊 不许告诉妈 大不了 大不了 这个月我不要零花钱了 都给你 方平也没说话 结果塑料袋打开看了看 里面都是零食 方圆花钱不算大方 不过孩子喜欢吃零食是必然的 父母这边很少给他买零食 浪费钱是一点 对身体也不健康 以前方圆有点零花钱 都是花在了这上面 这次难得大哥大方一次 兜里揣着一百块钱的方圆 原本只准备买个十块八块钱的零食 谁知道一进零食店 小丫头就花了眼 等结账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缩减了大半的零食 还是把一百块花得差不多了 怕方平说他浪费 小姑娘在家考虑了半天 最终决定和大哥分赃 一人一半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 见他说话都有些心虚 方平不由笑道 行了买就买了 我不吃这个都给你 不行 虽然小姑娘一直盯着方平手上的塑料袋 可还是坚决摇头道 分泥吧 要不然你肯定告状 我犯得着吗 方平翻着白眼 这丫头 你当你哥是什么人了 现在的我财大气粗 一百块钱算什么 何况方平又不是孩子 还真没吃零食袋好 直接将零食袋扔到了床上 方平好笑道 自己留着吧 最近你给我赚点小钱 以后没零花钱 可以找我要 有些事 适当透露一点才行 现在方平买了手机 明天还得出去租房子 或者买房子 父母日常不在家 倒也没暴露的风险 可方圆不一样 经常和方平在一起 现在透露一些信息 可以适当地做铺垫 听到方平这么说 方圆一脸奇怪道 你挣钱了 挣了多少 这个你别问 反正你哥我现在 不缺钱就对了 怎么挣的 你打工去了 没 那你 逗然间 方圆忽然想到了什么 张牙舞找的 就要找方平搏斗 方平 你太可恶了 你肯定是找王静阳要签名 然后卖了签名 对不对 这是我想的主意 你说昨天不让我和王静阳说话 原来你打的是这主意 坏人 去求我的劳动成果 方圆气坏了 亏他上午还对大哥感激涕零 居然给了他一百块钱的巨款 原来是用了他的主意 赚了大钱 方平满脸黑线 这丫头脑补的功力真强的 可现在他也不想否认 这丫头自己这么想 就让他去想好了 何况这次赚钱 的确和王静阳有关 方平不否认 方圆自然认为自己猜对了 一脸懊恼道 老师交代 到底卖了多少钱 嗯 不多 一千 方圆试探道 呵呵 两千 呵呵 方圆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大哥这么大方 串了比两千还多 震惊了一阵 方圆眼珠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很快就满脸带笑道 哥 五五分好不好 啊 我没听错吧 你刚刚叫我什么 方平掏了掏耳朵 一副没听清的模样 哥 大哥 我说五五分好不好啊 不行 四六也可以 小姑娘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 本来就是自己大哥嘛 叫一声歌 又不少块肉 等把方平的钱忽悠到手 自然是该叫啥还叫啥 方平笑得不行 白白手道 哼 别想好事啊 再说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等没钱了 我再给你 还有啊 以后好好讨好你哥我 别没大没小的方平方平地叫着 方圆见没能和大哥分赃 有些不太乐意 不过考虑到大哥现在是大款 最终还是甜笑着点头 心里更是打定了主意 迟早要把大哥的小金库都给掏空 方圆对方平很热情 热情到吃饭的时候 还特意给他夹菜 小姑娘的变化 把一起吃饭的父母 看得有些傻眼 这俩兄妹 关系虽然不错 可吵闹才是常态 什么时候方圆都学会 给方平夹菜了 方明荣看得有些吃味 酒也不喝了 敲了敲空碗 眼神朝方圆那边 瞟了好几次 明显是在说 你给你哥都夹菜了 你爸我呢 方圆也是个鬼精鬼精的丫头 一看老爹态度不善 急忙甜笑着给老爸夹菜 又帮李玉英盛饭 被他这么一闹 晚饭的气氛极好 不算太丰盛的晚餐 一家人却是吃得极为开心 全家开心 方平也心情很好 晚上锻炼的时候 昨天还只能做一百次的俯卧车 方平一次性做了一百六十个 做完了俯卧车 一直守着的方圆 就差给他喊六六六了 拍马屁事一点 方圆真觉得自己大哥挺牛的 居然可以做这么多次俯卧车 完全超乎他想象 第二天 周日 早起的方平没在坑妹 故意去敲门 洗漱一番 换了套稍显成熟的衣服 方平将房间里藏着的现金 全都塞进了背包中 今天他准备去看看房子 最好是带健身房的那种 便宜了就买一套 贵的话就租一套 如今在自己家里 地方太小 设备没有 方平锻炼身体 来回就那么几套 没有设备的辅助 有些动作 他自己也做不来 加上功法即将到手 方平也需要找个 更适合自己的环境来练功 阳城市区不是太大 方平不想去郊区买房 距离一中和自家太远 不方便 所以选房子 只能选距离一中和景湖园 都不算远的小区 小区要新 最好是精装修的那种 不用自己去装修 买不到精装房 二手的也可以 环境也要好 房价也得便宜 这么一盘算 方平能选择的余地不多 七八分钟后 关湖院 关湖院和医中 还有景湖园都距离不远 处于两者的中间位置 微微有些偏斜 小区06年正式开盘 07年才有住户正式入住 如今距离开盘两年时间 关湖院的房子还没卖完 售楼部也未财彻 没卖完 不是环境不好 质量不行 主要是这时候 阳城人对房子的需求量 没那么高 08年 大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 炒房团也不少建 可阳城不过是中部小城市 很少会有人来阳城炒房 不值得 售楼部 方平进门的时候 里面很安静 几乎没什么人 毕竟开盘已经两年 如今剩下的房子 也都是一些伪房 数量并不多 看到方平进门 里面正在聊天的几位员工 停顿了片刻 过了一会儿 一位二十多岁 穿着职业装的女人 才走了过来 先生 看中哪套了 如果想看房的话 我可以陪您一起去看 工作人员还算热情 也没在意方平的年纪 像方平这么大的 有些准备结婚也正常 结婚了 自然需要婚房 也不问方平是不是要买房 直接问她看中了哪套 这也是一种话说 关胡院的房子 都卖了两年了 当初哪怕什么都不懂 这种的寿楼小姐 现在也都有经验了 客户进门 直接问要求 去看房 客户犹豫的时候 不要给客户提供太多的选择 不能这套看了不好 就马上去看下一套 有些客户都是犹豫性的 看多了 反而不好 更犹豫 很多时候 真正能成交的 都是第一次看的房子 有些客户来来回回 看了几十遍 最后还是觉得看的第一套更好 这都成惯例了 还有 像方平这种年轻人 更容易忽悠一些 换成中年夫妇过来 那才折磨人呢 寿楼小姐一边想着 一边熟练地说着 已经说了几百上千遍的话书 方平也不打断 等她说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道 有精装好的吗 有 树楼小姐精神一振 这种提要求的 才是准客户 那些近来要求也不说 就说随便看看 最后大部分 真的都是随便看看 回答了一声 树楼小姐连忙走到一旁的 楼盘模型边 指着其中几栋楼盘模型道 八九十三栋都是精装房 不过现在差不多都卖完了 不知道先生对楼层 又没什么要求 顶楼和一楼 现在还有选择 中高层的话 现在只剩下 九栋1604 十栋1801 其实在我看来 一楼其实也很好 不但价格便宜 而且出入也方便 树楼小姐大力推荐一楼 如今卖房 一楼和顶楼都比较难卖 关湖院现在剩下的楼层 也都是以这两种为主 方平再次听了片刻 想了想到 顶层是富士楼 嗯 有富士楼 也有带阁楼的那种 这两者其实差别不是太大 不过富士楼 挑高要高一些 带阁楼的 显得压抑一些 方平寻思着 自己修炼的话 说不定有时候 会闹出点动静来 一楼不太好 路人都能看见 顶楼带富士的就好多了 吴志豪家就是富士楼 在二楼闹出点动静 也传不到楼下去 有了限定条件 能给方平选择的就不多了 此刻富士楼没那么吃香 价格也不便宜 关湖院这边只有九栋顶楼的四套房子 是富士的 其中卖出了两套 只剩下两套还空着 等寿楼小姐介绍完 方平马上到 带我去看看 好 我去拿钥匙 您稍等平坑 寿楼小姐也干脆 急忙去柜台拿钥匙 心里更是有些欢喜期待 方平话虽然不多 人也年轻 可这种提出明确要求再去看房的人 往往只要价格合适 买起房子来 格外干脆 前提是 有钱 几分钟后 方平和寿楼小姐一起到了九栋顶层 等寿楼小姐打开屋门 方平一进门就觉得很不错 光线很充足 布局也很合理 没有一般富士楼的那种逼泽感 有的富士楼 为了减少公共区域空间 最大化利用 公共空间很狭小 进门就给人一股逼泽感 显得有些压抑 越是大城市 越是繁华地段的小区 越是这样 毕竟公共区域 只算一楼的平方 而不计入房产证面积 中空市的富士楼 越是大城市 越是难建 很多人口中的富士楼 顶多算月层罢了 阳城这些小城市 房价不是太高 自然是以宜居为主 说是京庄 其实也就是弄好了地板 墙面 门窗 其他的自然是没有的 一楼是客厅 餐厅 厨房 卫生间 一间卧室 外家不算小的阳台 二楼则是两间卧房 一个小书房 一个可以充当健身房的房间 以及卫生间 除了客厅中空区域 不算两层楼面积 富士楼楼上的房间 都要算作实际面积的 方平简单看了一会儿 觉得挺满意的 装修虽然简单 可方平现在 也不需要太过奢华 她在阳城待不了多久 等她去了武大 房子自然是要留给父母的 这当前能住人就行 而且这边装修好了 也有一年多了 散味都不用 看了一圈下来 方平直奔主题道 多少钱 先生 你眼光真好 收楼小姐先是夸了一句方平 接着马上就到 2601市户型 是我们小区最好的户型 中空区域的空间 我们也不计算面积 算是免费送你的 而且我们关湖院的富士楼 和别的小区可不一样哦 很多小区说是富士楼 都是阁楼阁层罢了 层高很低的 两层架在一起 三四米的层高都属于正常 空间压抑 我们可不一样 我们可是按照正常层高布局 两层挑高 达到5.8米 树楼小姐狠狠贬低了一下 其他小区的富士 自夸了一阵关湖院 也算不上贬低 只是在报价之前 得先说明白了 关湖院这两套富士 卖不出去 和价格也有很大关系 很多人看房都很满意 等买的时候 毛病一大堆 又是别的小区不算二层面积 别的小区价格便宜 现在方平问起价格 自然得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自夸了一阵 瘦楼小姐这才说到了关键 房产面积是186平米 调空部分都是送您的 要是按照正常的两层楼计算 面积超过230平米 价格也很优惠 您现在购买的话 汽税 维修基金 我们都会返还 另外 我们还是精装房 您要是自己装修 装修费用都要几十万了 可现在 我们是尾房 公司希望能尽快卖出去 优惠力度更大 再次忽悠了方平一阵 见方平无动于衷 受楼小姐有些挫败感 最后说起价格 声音小了一些 总共价格是86万 08年 在阳城买一套房子 86万 那是真正的不便宜 这么多钱 可以去郊区买一套小别墅了 均摊下来 超过4600一个平方 而附近的房价 现在一般都在 3500到4000之间 哪怕精装 可这种程度的装修 也不是太贵 要是4000一个平方 这房子 大概早就卖出去了 可4600以上 哪怕是富士 有中空区域 愿意买的人也少 报完了价格 寿楼小姐又急忙到 哎先生 旁边那套要稍微小点 户型和这套差不多 方平摆了摆手